中国好声音从2012年夏天开播至今即将迎来第四集节目 近日 好声音官方微博公开发布给第一季学员金驰的律师函 直指金驰私自接商演损害灿星公司的利益 并告知所有同业邀请金驰演出来找灿星谈 金驰是第一季好声音里的16强 赛后 金驰与好声音所属的灿星公司签订演艺经济合同 双方合作期从2012年9月到2021年9月 合约规定 金驰在合约期内不能为任何第三人录上新歌 也不得擅自参与对外的演出 灿星在律师函中控诉金驰私自更怀经纪人 并未经灿星认可 擅自在外街商演和广告 构成严重违约 目前 灿星公司也正式向法院起诉 要求金驰就违约做出赔偿 并强调 金驰与灿星的合约仍有效 所以同业与金驰工作室达成的演出异想都不合法 据悉 金驰去年五六月间单方面向灿星提出解约要求 灿星指金驰玩失踪 让双方无法正常协商解约 而金驰方则反驳一直有律师协助沟通 显然 金驰与好声音的司逼成为了第四季好声音开播的钱财 夜思学们中心 上海报道